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食出健康》 我是《食出健康》的节目主持人杜秋霞,Vivian 很开心可以请到Angela上来和我们聊天 有关今年期的危机,骨质疏松,不容忽视 Angela,你好,其实今年期有什么症状? 其实今年期,女士可能会炒热,经常出汗 明明冷气很厉害,但她也觉得很热 而且比较容易猛疹,睡不到觉 有时有些象征是看不到的 就是她的骨质密度可能会低了 而且有些会影响了 因为荷尔蒙的分泌变了 她的免疫系统也变差了 可能容易生病 而且有时有荷尔蒙的分泌又不同了 那么心脏病的机会更高了 因为很多东西都退化了 尤其是心脏会退化 所以心脏病的机会更高了 而且之前听说有一种痴虹激素 是吗?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内分泌不同 因为其实也有个表 可以给大家看 其实当你的年纪是初 初时有月经到80岁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那个痴性刺激素 其实是我们的女性的 荷尔蒙分泌 在开始我们有月经的时候 慢慢由小小小到很高峰 二十多岁至四十岁那段时间 是最高峰的 我们最多女性荷尔蒙 到更年期没什么时候又少了 你看到原来我们的骨质密度 都是跟着这个痴激素的走势走法 原来我们是在开始二十多岁的时候 直到三十五岁那段时间 是我们最高峰的时候 可以保存更硬的骨质 因为我们的女性荷尔蒙 可以吸收一些概好 如果那段时间 是吸收到概好 而且又做到运动 其实我们将我们的骨质密度 是最高的状态 所以看回另一个图 你看到我们 由十岁到九十岁 最好处比就是由二十到三十五岁 是我们的最高峰期去处骨质密度 那两条红线是什么 红红线就是说 就是当你更年期了 那个荷尔蒙分泌一路少少少少 五十至五十五那段时间 通常我们都 那段时间比较 女性是多是更年期到的 或者叫做停经了 因为最大的象征 通常就是 你停经至少半年以上 很多时候都会有可能的机会 是有更年期到的 其实看回香港的情况 一定停经就知道 刚才我说那些潮烈 睡不到觉很猛烈 其实香港人 其实只有一成人 是有这个象征的 不是真的那么多的 其实都是好的 不用那么辛苦 但是人们说 另一件事不好 就是说 咦 都没什么 没事 那就不理他 但是刚才我说隐形病 就是骨质疏松的问题 当你可能很发现 那里痛这里痛 或者是寒背少少 其实已经严重了 可能你之前没做事 没做运动 不理他 所以骨质疏松 已经一路一路疏 刚才说 如果当你停经的时候 我们的女性 荷尔蒙分泌 就会一路一路低 骨质密度又低 我们的骨质密度 本来是很密的 不如我们可以看看 骨质密度 正常和不正常的分别是什么 通常我们的正常 在螢光幕的左手边 是一个正常的骨质密度 那里的孔 比起我们的螢光幕的右边 是大 即是正常的小很多 而左手边的孔很大 好像那些海绵 很大很大的孔 其实骨质很脆 为什么呢 因为骨质密度 是有增生和破裂的时候 如果当你增生 比破裂慢的时候 那孔会更大 你看到螢光幕的左手边 第一格的蓝色位置 就是骨质破裂的时候 孔很大 下面就是骨质增生的位置 但是如果增生保不住的孔 那蓝色的位置越来越大 就会看到骨质密度 就会很阔 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如果 这个是我们反而更加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因为它不知不觉疏了 你又没有什么象征 那当到很大的象征 就是当你会痛 骨痛 坐背的情况 你可能看过有个转变 脊骨是怎样转到的 你看到有些婆婆的腰骨是特别转的 是躺背的 其实就是因为骨质密度已经很疏了 骨质已经躺不起身直 所以就躺背 另外一个问题最大就是 当你有人撞到 你跌倒 不信心跌倒的话 你可能骨质有问题 最多人有骨质的问题 其实都会不外乎 是肩头 手腕 脊骨 和盘骨 这几个地方 都是最多人跌倒 其实最大 你说跌倒而已 不会很大问题 只多骨质有问题 其实不是的 其实因为 看回 原来跌倒有时候会影响致命 骨质桑也会致命 因为当你骨头是 跌清的位置 是重要的位置 是刚刚去到大血管 骨本来撑着血管 肌肉一起 但你等一下断了 血管可能断了 或者是爆了 之外阻止了你的血去老的位置 但当你的脑 如果没有血 又没有氧气 没有氧分 便会有问题 所以反而是骨质疏松 原来令到我们的骨质断 而又令到大血管 又阻塞了 而去致命 很多时候看到 香港人也有这个情况 原来可以去到这么严重 对啊 所以不能不管 对啊 因为要说到更年期 算了 没什么 不用做了 其实都更加要做 还有我记得你带了一幅图 是说这个西胃 对这个骨质疏松的定义 是 可以看看 对啊 好啊 其实看回世卫的定义 其实就是 如果看蓝色的隔的位置 如果你的量度出来的T-score 是低于2.5 就是我们说的是 用那个Dexer的方法 去照你的骨质密度 而T-score出来的效果是2.5 负2.5以下 你就是骨质疏松 很大问题 那你更加要它做多些东西 你就要去饮食的方面要配合 还有就是要做运动的 做负重运动 才可以帮到你的骨质密度 强化 因为骨质密度 刚才说过 最好预防的时间 应该是二十多岁 至到三十五岁 所以在 如果你认识到人体 在这段的 range 就最好叫你努力一点 应该要吃多些丐的东西 而且要做多些运动 可以处好骨质密度 将来到老后就很久用了 但好像有些食物都会 阻碍这个钙质的吸收 是吗 是的 其实也有 比如好像咖啡 但你喜不喜欢喝咖啡 我喝一半 那也很好 真的好 咖啡奶茶 因为咖啡因 其实也会阻碍一些 钙质吸收 汽水来说 因为它比较轮高一点 当你身体吸收 又有轮又有钙 其实大家抢了 很多时候 就吸了轮 多过吸了钙 所以令到 钙质流失快速一点 所以不应该喝那么多汽水 另外我们在饮食方面 可能我们比较喜欢吃浓味的东西 如果太咸的食物 其实身体内的水分 看到身体的浓度 看到你的烟份很高 身体要平衡浓度 有时钙质又会流失多一点 原来都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看回你的血液浓度 它就会以为你太多了 所以你就要流走钙质 所以这个食太咸的食物 也不是那么好的 另外蛋白质也是 蛋白质太高的时候 都会令到你钙质又快速一点 流走的 所以不要高淡 不要要你多菜少肉 才是一个最好的健康饮食 而且可以增强 可以减低你流失钙的机会 甜品的食物会有影响吗 甜品的食物就不太大影响 反而刚才我说 甜品是说到汽水 汽水方面 如果喝太多 就会让你容易流失钙质 甜品是怕肥胖 反而肥胖比较重 但是我又没有希望用肥胖去预防骨质疏 但是因为肥胖又带了很多不好的健康问题 心脏病 痛风症 或者关节痛 相比来说肥胖是不好的 我又说 我又不肥胖又可以强化骨 除了用钙饮食方法 吃多些钙饮食之外 还有是用负重运动 负重运动 不知道你知不知什么叫负重运动 不知道 负重运动 例如你拿着水瓶也可以 家里用啞鈴做运动也可以 但是暂时没有啞鈴 用着小小的 例如家里有些水瓶 你拿着它 因为这些啞鈴水瓶的东西 其实有额外的压力 当你做运动的时候 要用多些力 例如我现在做这个bisect 就是做老鼠仔的运动 其实你会额外压力给了骨 其实会刺激到 让骨质密度容易增生一点 所以就减低骨质疏松 其中一个老鼠仔可以做 刚才我说手腕 其实也会比较容易有骨质的问题 我们可以试试 只是放下 拿高 放下 拿高 这些动作 其实都可以帮到你 手腕周围的肌肉都会强化一些 让你 没有那么容易 就算真的跌的 力也能射得到 还有有力可以支持自己的骨 这个起码 如果要做的话 起码都要做 一组要做15次 还有如果慢慢加上去 初时用一磅两磅 或者再多些 试试四个KG 不是手腕 可能是做手臂 或者肩膀 都比较容易有骨质疏松 那是否需要天天做 其实不用一天做 因为这类型的运动 最好是隔一天 或者两天去做 让肌肉休息 然后再做更加有效 除了刚才做这些水樽的运动之外 其实我们跑步 或者叫做急步行 其实也可以 因为我们自己身体的体重 都可以强化到骨 因为当你急步行的时候 都有弹跳力 都会有额外的压力 给了骨 这样也可以 所以最重要的 都是均衡饮食 而且一定要做运动 对啊 没错 还有平时看多 是女性有骨质疏松 其实男性会不会有 其实现在开始多了 有男性有 多数骨质疏松 始终都是女性多些 因为女性的荷尔蒙分泌 因为更年期 女性的荷尔蒙分泌 就比较快流露 突然减少了很多 所以那个丐的流失又快点 相对来说 男性暂时没有说 男性有更年期 可能荷尔蒙分泌 不会突然跌得这么低 但问题 他们先天性不容易 但可能在她们饮食的习惯里面 都会令到她们流失 概快 就像我说太咸 吃很多荷 男性多喜欢吃荷 多数来说 还有可能小运动 又喜欢喝汽水 尤其夏天 喜欢凉浸浸浸 喝汽水 都会令到这个问题 都会增加了 其实会不会跟生果仔 都有关系 生仔 其实跟生仔 不是太大的关系 反而跟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分泌少了 或者可能在我们 年轻二十岁至三五岁的时候 没有什么 不是做得很好的预备 而令到骨质疏松快速出现 例如刚才 如果说真的在更年期 是否完全没有什么可以做 都不是的 你可以在你自己饮食中 特别再加多些钙 吃多些有钙的食物 其实都是帮到手 好像奶类 豆奶 不过豆奶 本身不是很多 要找些要加钙的豆奶 就会好些 豆腐那类型 都可以帮到手 但希望大家可以找些脱脂和低脂 看看脱脂 中间的奶类 脱脂的钙 含有五百五十个毫克 我们一天需要大约是一千至一千二 如果在更年期 去到一千二都可以 因为当我们三十五岁以后才去吸钙 其实吸钙的能力只吸到三成 其实很多都是吸不到的 所以大家吃 不要一次过吃得太高钙的食物 有太高钙的食物 令到腎要排很多额外的钙 其实都会加重负担 所以有时听到 为什么我会有机会生 那些什么钙 腎石之类 有时可能你吃的钙 吃得太高分量 所以排走排得辛苦 你的腎又不好 有机会这样的情况发生 豆类的食物都有钙 可以选择 另外芥兰也是一个很高钙的食物 也可以不妨吃一下 因为刚才看到这一百克 是二两多的菜 煮熟了 原来也有二百三十毫克 也有五分之一的份量 也不差 其他菜有没有吃 其实最高是芥兰 最高是芥兰 芥兰会比较高 其次呢 其次可能西兰花 但也没有芥兰那么高 因为不是每一只菜 是那么高 在钙来说 在菜来说 芥兰是最高 你说其他地方 比如多数吸盖 都会用奶类食品 豆奶食品 如果我吃不到 可以试试乳酪 因为乳酪 乳酪会比较少 有些人说 吃了奶类食品之后 会觉得 乳酪肚痛 因为他们 其实酵素不够 但如果当你身体慢慢适应 其实也会有理会的 酵素 所以都会慢慢适应 开始可能试试喝四分之一杯 二分之一杯 再慢慢去到一杯 都可以的 还是很害怕 不想经历这个过程 用乳酪 其实乳酪是低很多的乳酪 所以都可以试试这种东西 不过最好选低试试 其实现在也会有些人 对骨质疏松不太认识 有些误解 会觉得我有骨质疏松 通常吃多一点钙的质疏 就可以平抵 reversed 平抵抗了 骨质疏松更难 有什么根子 根子就是工具 比它减低的情况 已经很好的 很多时候吃多一点钙 其实也会强化骨质疏 骨质疏松更增生 但可能是二十多岁 都比较难 通常人一定會有退化的情況 不要讓它再叉下去已經很好 所以要多吃一些高潰的食物 大家留意外面有很多鈣片去選擇 如果是食物和軟劑來說 其實天然食品是比較容易吸收的 所以盡量用飲食方面去補充 如果說真的吃不到 那就真的要用鈣片 鈣片來說你也要選擇要小心一點 因為鈣片有些出到一粒就是一千毫克的鈣 其實太多 剛才我講過 如果你食得太高份量的鈣 有時候就會有機會令腎的負擔會比較重 所以最好一粒都是500至600毫克的範圍之內 就最好了 讓你自己容易吸收 可能一天內要分開兩次至三次吃 那就最好了 是否同時都要吸收維他命D可以幫助 是的 沒錯 因為有很多時候的鈣和奶都會加了維他命D 加了美的 讓你吸收鈣的能力都會高一點 其實維他命D你也可以去出外做運動 或者逛街的時候 只要曬15分鐘 那你的手臂和腳都會露多一點 可以吸收多些陽光 那你就才可以把身體 可以自己製造一些維他命D幫你吸收鈣 其實維他命D其實蛋都會有的 不過最主要是你吸收陽光就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只吸收陽光都已經足夠了 有了 足夠了 其實15分鐘至半個小時 如果你的手臂和腳沒有露到 那你就要來一點時間 如果你的手臂和腳有露到陽光 那其實15分鐘已經足夠需要用維他命D 不過現在現代人都很多時候躲在室內多 所以都在我們的食物裏面 奶或者早餐的穀物片 通常都會加了維他命D 讓你可以容易吸收鈣 Angela 我知道還有一幅高鈣食譜 是嗎 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就介紹給大家一個牛奶炒蛋 那你知道奶奶 低脂或者脫脂更好 我用了60毫升的低脂奶 加上雞蛋一起攪拌了之後 然後就炒熟它 這樣就已經很好吃又快 因為很多時候小孩很喜歡吃這個 其實大人都喜歡比較滑一點 又很高鈣 其實這樣的份量都吸收到170個荷克的鈣 如果你說怕高膽高神 你可以炎耀蛋黃 多做一隻蛋白 兩隻蛋白 一個鮮奶 60毫升的奶 都可以的 其實是否蛋白最高鈣質 蛋白不是多鈣質 蛋白只是高膽 真的豐富的蛋白質 現在的鈣質是來自低脂奶 因為蛋黃是怕它有膽固醇 所以才會有蛋黃 我說如果有人怕自己有膽固醇高 我不想吃蛋黃 才不要勾它 否則其實都沒有問題 Angela 在做運動方面 游泳可以嗎 游泳其實就是這麼多種運動 如果要幫骨質密度 就不是幫到手 就不可以預防骨質疏鬆 因為游泳的時候 完全沒有阻力 而我們想說幫骨質密度升高的時候 是需要用額外的壓力或者阻力 給骨頭 才可以刺激到骨質增生 所以如果游泳 只可以對心肺功能好 對肌肉的發達是好的 但對於骨質密度就不能幫到手 所以就要用其他啞鈴 或者跑步 急步行就能幫到手 原來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老人家都會誤解 我去游泳 都是做了運動 有幫助 但只會幫到心肺功能 和肌肉發達 但對於骨質密度就不能幫到 可能你真的要拿重東西 這樣才可以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Angela和你聊天 多謝你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